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卓越使你迈向成功 在日本有一个很受欢迎的节目 叫做抢救贫穷大作战 这个节目内容很有意思 也很有启发性 节目中会找来一些专家 来帮助那些经营不散 快要做不下去关门大集的商店了 其中有一集呢 是在帮助一家乌龙面店的生意 专家们帮助面店的老板 从做面团到切面煮面 制作一碗面的每一个细节 一次又一次重复来又重复去 直到每一个细节都做到非常精准 每一个过程都做到非常确实 而最后终于做出一碗好吃的乌龙面 其实这个节目大多数的求助者 都是自己开业的老板 令人惊讶的是 不论他们的背景年龄性格上 这些求助者都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比较马虎随便 的确是一碗乌龙面 但不过是一碗没有特色的乌龙面 当然也就吸引不了客户的第二次上门 而相对的那些前来帮助的专家们 在性格上也都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严谨 任何细节不随便 不马虎 他们的态度就是既然要做 就要做最好 也就是追求卓越的态度 最后 节目为了帮助这样的商店 每隔一段时间也会突击检查 确认老板是否有照着专家的教导 让店里的生意兴盛起来 而这两者最大的区别 就在他们的态度 受帮助的店家相对平庸随便 而帮助人的专家 则是在过程中精益求精 追求卓越 要帮助店家可以继续经营生意兴容 很明显的 成功就是在两者的差异中 凸显出来 因为成功是给一个积极努力向前 追求卓越的人 亲爱的朋友 你也渴望经历卓越超群的人生吗 成功是给积极向上 且追求卓越的人 在圣经上 使徒保罗也曾说过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 已经完全了 我乃是竭力追求 其实保罗在各方面的表现 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 当时大部分的教会都是他建立起来的 然而呢 保罗却说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 意思是说 他是竭力追求 可以有再进步的可能 再进步的空间 可以再做得更好 这就是一种追求卓越的态度 也是一个迈向成功应有的态度 亲爱的朋友 日本节目中的专家 总是可以为每一间商店 带下新的商机 透过每一个细节 坚持做出好的品质 进而祝福了求助的商家 圣经中保罗也体现出 追求卓越的生命态度 这样的一个积极进取 不断追求卓越进步的人 将永远有属于他们的位置 今天 上帝也要来祝福你 当你开始选择 以卓越的心态 面对你的职场环境时 你的表现将会超出他人的预期 不但可以卓越超群 最终也将有属于你的位置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早安EZ GO直播 欢迎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